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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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不见第一道嘛 就是我们就在那个图片上 或者是像里 我的意思就是 你要是下去动手上的画 也变成它们的样子 是的 那是什么样子 会变成光明或者变成什么 他需要什么帮助你 你变成什么样的 他需要什么 一般你要是说下地去 不得不下地去做这件事的话 就都是很有缘分了 你才在那一岛去 而且这个人在地狱可以觉醒的 一般很少人在地狱可以觉醒 因为他太苦了 他的仇恨 仇恨报复心是不挺的 他就是主要是恨 因为地狱苦别人 他受折磨 他就会把这种苦 说是别人带给 社会带给的嘛 就地狱那个环境带给 他就恨这个环境 他就要报复 他恨啊 因为恨不出地狱啊 因为要报复不出地狱啊 因为仇恨啊 因为妒忌啊 其实因为很深的那种 报复心他不出地狱 然后他就视线了那种 因为妒忌产生的幻境 因为仇恨产生的幻境 就是你去 只是入那个供业的地狱啊 他这供业的各业 可能还在那个地狱 不同的地狱 起些不同的苦 除非这个人 他到了 他真的可以出来了 就是比如说 举个例子 你们修行 一不小心掉地狱啊 一不小心啊 基本上没太多的 只是一线一念冒念 或者是在这个世界 做过一些事 要下地狱 就视线了一下报 那很可能因为你们 我们很熟了嘛 可以就是就像 我是老师嘛 上师 那么我就可能去 下地狱去救的 就是因为你快 你在那受了三天报 你就因为你很轻 很快要出来了 那去接嘛 直接带你出来了 就是就可能那一句话 就搞定了 然后甚至不用什么 别来别去 别傻 是吧 就这样子你就信了 我就说哎呀 信本啊 然后你说我知道了 赶紧出这句话 搞不定了 做了个梦啊 是吧 一个梦就过去了 醒来了 第一 地狱做事 必须受报警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 第一个是 就是缘分吧 神通 谁都可以去地狱 住神还有住神的 受报报警了 他可以出地狱 反正一般你去地狱 帮助住神比较困难 你只能带给他们 片刻的清凉 就是有时候 他很苦的时候 让他展示的仔细 就是心里边清凉一点 就没那么苦 就是一般都是 就佛法 散帮啊 都能带给他这些 或者带给 在黑暗之中 带给一缕阳光 让他知道有希望 不是生命黑暗的绝望了吗 有绝望了 所以看到希望 让他看到阳光 看到希望 就帮助他了 真的下了地狱 真的太难读化 太难救了 太苦了 没有片刻的仔细 没有什么依止的 也修正这个念度起不来了 因为没有时间对他 没有修行时间了 觉得 每时每刻都出在绝望的边缘 觉得不行了 自己不行 马上要死亡了 虽然人道也 生死 是随时 生死无常嘛 但是我们总觉得 时间很多 如果我说 三年五年 你可以成就 你会继续的 因为你对自己的生命 充满了希望 你真的能活五年吗 我是举个例子 谁敢保证 没有旦夕活 是吧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不管我们是多大年龄 你说活个三五年 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都觉得三五年的时间 是吧 我要三五年能成佛 我从现在就好好修 但地狱到众生不是 你跟他说 你三个小时以后 你可以成佛 在这念佛 他都不等 他说我连分钟都得不了 痛苦到极端 我马上就死了 你当下有什么方法 拿过来 当下 我第二秒 我就没气了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等你这三个小时 你怎么度 是吧 当下你拉我出来吧 你要没有力量 拉我出来 我就没得等 我就没时间 拿点靠谱的 实用的 是吧 那是地狱的 靠谱的 实用的 那是怎么样 是吧 你能说你放下你的之间 他说我没执着 我就是苦啊 察觉不到啊 苦 对苦的执着 我就是苦 对苦的认知 对苦的执着 那这个时候你说这些有用吗 他苦成那样了 你有啥用 他一分钟就等不了 他没有修行的时间 所以你看大家死亡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病临死亡的时候 所有的 所有介绍的法门都是念顺阿弥陀佛名号 最直接的救度 直接靠外力救度 自力已经起不来了 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功德之力 就是接引你 基本上像老年人推荐的 到七八十岁老年推荐的都是净土 都是念顺阿弥陀佛名号 不说你再等个十年八年三年五年修个空性 很少这样介绍 因为他到达那个边缘了 所以基本上老年人都修净土嘛 都监修净土 也有清蒙空性这些 但是对自己主要是信心不够了 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随时走掉的 所以我们信心满是人道友善报啊 你就有那个信心 不管你多难受 你得了什么病 大家都说活个三五年 你能扯到 大家都信心满满的 都觉得我可以活的 没问题的 谁也不会这样想 因为在地狱二轨道中 不会这样想问题 不想 他只说今天的事 今天吃饱 明天再说 二轨道说 当下吃饱 明天再说 根本就没法考虑明天的事 啥也没有 当下吃一口糖 他都很开心了 他吃那些休息 比如阿罗汉 有个不是 有个恶鬼说 等到二十年才等到阿罗汉 挣过阿罗汉的一口糖 他能看见他就吃掉了 其他都是石头啊 都是什么 啥也看不起 饿 但就饿不死 就饥饿 饥渴难耐 饿鬼吧 所以我们的散报真的是 我们散报决定了 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永恒 我们活很久 知道吧 对我们总会死啊 我们总会有代谢 祸福啊 这种是 只是个概念 大家心里不恐惧的 你知道吗 有的住手不行 其他住手不行 而且我们也是 很简单的就接受了 没有那么恐惧 你知道不恐惧 这是散报啊 散报 就是大家人道的散报 才能导致这种热脂搅动 而且 正月十六 苹果都不想吃饿 好富有啊 都付报警了 真的是也不是很饿 因为你散报 你就不饿 没有饥饿感 饿鬼是吃不饱的 永远吃不饱的 你知道 你就把那些苹果 全塞他肚子里 他还饿 他饿的觉受 就如影随形啊 那不是吃了东西 就能塞饱的 所以不是你拥有什么 你就能不饿的 不饥饿的 看饿鬼道习气熟了没 我们都有六道的习气啊 有时候就真的是 六个 比如做生意 我有一千万了 我要两千万 两千万了 我要三千万 三千万了 我要一个亿 一个亿了 我要三个亿 你知道这是 饿鬼道习气饭了 就是你怎么也觉得不够 怎么也不够 是吧 没有满足感 就是不能在当下 获取里边获得快乐 但是说生意是立马是 就是我不是说生意 其实真的也是不够 他有一个亿的时候 他做九千万的生意 是吧 九千万全投资了 他手里也总共也没剩几个钱 他有两个亿的时候 他有一亿九千万的生意 他要投资一亿九九 他总在做 有一百块 他做九十九块的生意 他一个亿做九千万的生意 到最后 银行账上 大家都差不多 他没钱 都是这样的 到底做那个生意 为什么 反正要做的 不知道 反正有人找 大家觉得合伙 能赚钱 能赚钱 他不知道 他那一个亿已经够花了 他为什么要再赚钱 他为什么要再赚钱 这是个问题是吧 但是那个项目就是能赚钱 也有可能缺赔 是不是 但是现在很多生意已经聪明了 钱够花我也不投资了 是吧 投资也挺麻烦的 资金堵塞在个别人手里 资金不流动 新起来的年轻孩子赚不到钱 怎么努力都赚不到 因为资金不流动 堵塞在个别人 因为他觉得我有钱够了 我够花我不投资了 我累 我休息去了 杯子切袋子入山洞闭馆去了 这个也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 有钱人也要流通 也是慈悲 把你的钱扔到社会上 让大家赚钱 你的钱出去了 再循环一圈 让很多刚开始毕业的大学 很多就职的人 用钱赚啊 你否则怎么活啊 是吧 但要生活的嘛 这也是杀人的道 慈悲的一个方面 不能统计财富不动 统计了财富不动 那经济怎么循环 是吧 是吧 大家都是大菩萨 你不舒服了吗 是吧 你说身边全是大菩萨 哇 做个众生也蛮舒服的 因为全是菩萨 那马上你就决定做众生 因为 哪一道也行 因为都是菩萨 都保你 都救度你 太熟了 是吧 你不想活了 不想吃包子 就像那个 神经病医院 听过那个 故事没有 你不想吃包子 都是菩萨 都保得太熟了 甚至是菩萨 都保得太熟了 因为她被虐个房子 不想吃决定 还有一只 我把你吃过 还会响 我把你吃到 你好 反正 我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